来,注意看!今天要看的是他! 没错!今天要看的是雷军 刚刚大家看到的是雷军的《Are You OK?》影片 这也是被雷军亲自认证 也被小米买下这首歌的版权 不只是这样,它还被设置成为小米的官方铃声 甚至连小米的门店背景音乐都是这首洗脑的神曲 可以说是深入人心啊! 会有《Are You OK?》这支影片 是因为在2015年4月的时候 小米在印度举行新品发布会 那作为董事长的雷军 突然就被邀请到台上和台下的米粉 也就是小米的粉丝打招呼 脱口而出的就是《Are You OK?》这三个英文字 《Are You OK?》 《Are You OK?》 不过也因为当时候在发布会上 英语发音不准,语法也不准 所以在中国的微博迅速冲上热搜 还有知名的搞笑博主剪辑成为搞笑视频 叫做《跟着雷总聊起来,Are You OK?》 令当时的雷军一度成为B站的知名歌手 不过雷军并没有针对这件事情发出律师信 告这位始作用者 反而笑着说 我觉得大家开心就好 直接就俘获了一波网友的心 还顺势的为小米借势营销 于是雷军间接成为娱乐家 而且你在中国的小米总部 还可以看到《Are You OK?》的首饰雕塑 那看完雷总的八卦 我们接下来就进入正题 看看雷军 他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成为爽文男主的 你好,这里是City Plus的你才知道 这是一档让你用简单易懂和有趣的财经角度 了解时事课题的资讯类节目 希望你在你才知道 能够让你每次收听都有收获 雷军在抖音的平台上面 有一个外号叫做爽文男主 意思就是 这位主角从小到大一路平坦 人生当中好像没有任何的阻碍 想要做什么都能够实现 但是真的是我们看到的这样吗? 雷军真的是想要什么都能够达到吗? 其实在回顾这一段的人生道路中 他在科技行业干了三十多年 回头一望全是漫长的挫折和煎熬 他挣扎过 迷茫过 甚至放弃过 也无数次问过自己一切值得吗? 这一段话无疑体现了雷军在创业的道路上 困难重重能够走到今天也是不容易的 他也不是一路平坦走过来的企业家 1969年雷军出生在一个教室家庭 也是因为家庭教育的影响之下 他从小在学业上比别的孩子来得刻苦 喜欢电子设备的他 在家经常会拆解一些电子设备 比如说电视机 收音机等等的电器 在18岁的时候 他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心仪的大学 并且修读计算机专业 而且他也给自己制定了目标 就是用两年的时间 完成大学四年学分和科系 而且他也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 在他不断地敲开专业学长的宿舍门 和专业的老师交流之后 就这样子成功用了两年的时间 修读大学四年课程的目标实现 在第一个目标完成之后 他很快又为自己设立第二个目标 就是成为一个优秀的程序员 但是在当年 用电脑的机会少得可怜 因为在那时候还是90年代 电脑还没有被普及化 雷军表示 当时候他经常到机房 用纸拖键盘链打字 还在纸上写程序 那经过不断的努力之下 熬过了很多通宵之后 雷军逐渐练成了 同学眼里的技术高手 他的PES考作业 也被老师编入新版的教材 大二时写的汇篇语言代码 在30多年之后依然还在学术界中被讨论 雷军在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 还说自己 不比别人聪明 他只是把看着难实现的目标 一步一步拆解之后 付出行动 那来到90年代 电脑病毒比较流行的时候 雷军发现市场上有一些杀毒软件的弊端 于是他就设计出了一款名叫 免疫90的杀毒软件 还把自己的心得发布在计算机圈子 一下就引起了业内的轰动 也因为这一款软件 雷军收获了人生中的第一个100万 那在完成第二个目标之后 自己的人生还是继续要有目标 于是他又设立了第三个目标 创业 雷军当然也没有把这个目标变成空投支票 于是还在大三的他 就拉着几位学长和朋友一起创立 武汉三色公司 主要是经营汉卡销售 这个汉卡销售是一个有关于汉字编码生成器 不过创业也不是谁在一开始就能够成功的 雷军也面临了很多的困境 最惨的时候 吃饭还要靠三色公司的同事 和食堂的师傅打麻将迎饭票 最后公司只能关门 这也是雷军第一次创业的经历 也让雷军感到心灰意冷和彷徨 在这一段过程当中 他觉得自己不是创业的料 不过雷军在一场演讲会的时候 针对这一次的失败经历给自己做出了一个总结 他说自己当时犯了一个绝大多数大学生 刚开始创业都会犯下的一个错误 就是没有一个主心股在公司实施 所谓的军权主义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权威主义 也因为这一次的创业经历 让自己在后来的创业道路上 时刻警惕自己 要怎么样才能够走得更长更远 那到了1992年初 雷军加盟了金山公司 成为金山王国的第六名员工 同一年由雷军牵头的金山北京开发部成立 雷军也出任金山公司北京开发部的经理 在1998年 雷军开始担任金山公司的总经理 1999年 获得中国IT十大风雨人物的殊荣 2007年 雷军带领金山软件 成功在香港上市 不过在上市的两个月之后 雷军宣布辞去金山CEO的职位 时间来到2010年4月份 40岁的雷军和六位大佬联合创办小米科技 并在2011年8月份的时候 公布他自有的品牌手机小米手机 而且他还只用了10年的时间 就在中国缔造了传奇 也是中国先进制造业的代表人物之一 那为什么雷军会在40岁这个年纪 创办小米公司呢 他在一个采访中就透露过 其实和自己40岁的年纪有关 他觉得到了这个年纪 很多人会思考很多 到底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他的答案是 想要成为一个伟大的人 所以他就决定创立小米公司 为社会提供价值和贡献 也是当时很执着的想法 而且他还有一个目标 就是做一款全球最好的手机 但是只卖一般的价钱 让每个人都买得起 这就是小米的理念 如果有用小米的朋友 都知道小米有手机 有手表等等 其实在生活上一些家电 也不难看到小米品牌的影子 比如说进水机 中性笔 行李箱等等 只能说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小米做不到的事 最近啊 小米又出了一款令大家瞩目的产品 也就是小米素漆 因为小米素漆的外形太过像保时捷 让雷军被戏称为北京雷斯克 不过小米素漆的设计到底有没有抄袭 或许只能从保时捷的官方回应来找答案 保时捷的官方出来给了答案表示 对于这两者的相似之处 或许好的设计总是心有灵犀吧 就简单的破解了小米素漆到底有没有抄袭的争议 那关于小米素漆被创造出来 其实也和雷军的创业理想有关 对于这一次的汽车项目 雷军在发布会上曾经说过 有一天他要在全球每一条道路上 都有小米奔驰的影子 这也是雷军人生当中最后一次重要的创业项目 并且他愿意压上自己的战绩和声誉 为小米汽车而战 这也是由雷军亲自带领的团队完成的重要项目 最后也成功在3月28号的时候发布 可以说为雷军的创业道路上画上完美的句号 那听了这么多关于雷军的故事 在你的印象当中 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形象呢 是感觉你怎么样也接触不到的高高在上的老板 还是平易近人愿意聆听的老板呢 但是他是这样介绍自己的 他说自己是一位在科技行业当中 干了30多年的工程师 一个敢做梦 敢和大家分享梦想的人 而且这么忙的他 还有时间经营自己的社交媒体 在微博上的帖子 都可以说是自己发布的 因为他说 这样子能够让他更加了解别人的想法和反馈 如果让公司的团队打理自己的社交账号 就没有对用户的体感了 所以看到这里 我只能说 雷军是一个不断在学习 同时也会与时并进 愿意了解别人的一位老板 那看到这里的你还觉得雷军是爽文中的男主吗 他所得到的真的是轻而易举能够得到的吗 在这里送上雷军其中一句名言 没有任何一个成功不冒风险 所以要纸面风险 豁出去干 我是凯莉凯莉 这里是City Plus的 你才知道 让你每次收听都有收获